据报道,近日美国三名联邦参议员乘坐军机访问台湾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7号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回应称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,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美国会有关议员访问台湾并会见台湾地区领导人 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,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我们敦促美方,把坚持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的表态诺到实处 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 立即停止与台湾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 称重处理台湾问题,不向台独分裂势力查出任何错误信号 以免给中美关系和台海合并稳定 造成进一步的严重挡态